好 网络上最近流传像风静子邮件 您应该也看过 内容提醒你 如果遇到被人挟持到提款机来取款 只要把自己原本设定的提款密码 倒着输入 这提款机会自动辨识出 密码倒转暗中报警 很多民众信为真 不过告诉您 这个诈骗的专线说 通通都是假的 如果你被逮徒挟持到提款机旁边提款 只要将提款卡密码倒着输入 就会不动顺色通知警方 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我们照着做 但是荧幕上竟然显示密码错误 没关系隔壁就是派出所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警方 有没有动静 10分钟过去了 警方根本没动静 这封电子邮件标题写着一定要看 说如果歹徒要求你输入提款卡密码 只要将原有的密码倒着输入 提款机就会不动声色报警 例如原始密码123456 倒着输入就是654321 如果是201035 倒着输入就是530102 显得好像煞有其事 让很多民众半信半疑 诈听之下 如果真的被挟持的时候 还是会试试看吧 我好像在网络上看过这个东西 那当时你的反应是 我觉得是假的 不相信 为什么 因为真的是照片很多啦 邮件通知我也是连看都不看 基本上这个是不值得谣言 那个ATM并没有这样子的功能 提款卡它输入三次这个密码错误 这个卡片就会被没收嘛 165版照片专线说 这封邮件内容都是假的啦 提款机功能并没有这么神 民众可别上当 中文新闻黄建伟许少平 开北报道 开北报道